都是韩国人的韩国学者 这回可是碰到对手了 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 提到在习川会时 他就向习近平表示 朝鲜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 报道一出立刻引发南韩媒体抗议 这个话有没有根据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不管是全面禁止穆斯林入美国 甚至还说过就算自己开枪杀人 选票一个也不会跑掉 美国总统川普的雪田的狂言 引发媒体关注 如今又新言论 再度挑起敏感议题 在两韩情势紧张的时期 川普接受华尔街专访时说出 其他曾向习近平表示 韩国是中国的一部分 引发南韩媒体抗议 但纵观中韩历史这个说法 似乎有点正义 然后汉武帝就曾经有征服过 朝鲜半岛的北部 然后在北部设置了四个郡 那通常我们会认为说 中国开始对于朝鲜半岛 北部持有统治权 就是所谓的汉武帝设置的四个郡的时候 汉朝时汉武帝曾经设立四郡 真正统治过北朝鲜 而援槽则是设曾东行省 控制高丽 但也没有推翻政权 明镜以后朝鲜成为中国的反属国 严格说来 中国并没有真正统治过整个朝鲜半岛 文部科学副大臣水洛敏荣 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古乌龟斯 前冲绳和北方四岛担当大臣山口俊一 前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等 引人关注的是 安倍内阁成员总无相高氏枣苗也参加了参拜 自2014年9月 在第二届安倍改组内阁中出任总无相后 高氏枣苗在春秋两季的例行大祭 和8月15号的中战纪念日都参拜了靖国神社 目前正值靖国神社的春季大祭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安倍晋三在此次春季大祭期间 可能不会前往参拜 但他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 不过外界发现 安倍在供奉祭品时 仍然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 靖国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姬在内的 14名二战甲级战分的牌备 长期以来 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 对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向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 供奉真神祭品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敦促日方正式和反省侵略历史 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法国首都